LeoQuiz制作团队 从确定BTS出演的那一刻起到节目播出后 不间断地进行BTS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在成员们与制作组个别进行访谈的影片中 可以发现到 BTS这段期间所写下的创举 还有值得回复的感动场面 穿插在期间 展现了LeoQuiz制作团队的真诚与心意 同时也激发了许多粉丝心 可是制作组竟对Gin的访谈片段进行了剪辑 赶快带大家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看完这次BTS出演LeoQuiz的节目后 就好像该节目的制作团队中存在着阿尼一样 对BTS特辑费尽了不少心思 BTS除了在节目中与主持人们一起互动玩游戏外 也有以小组的方式来进行深度访谈 以及和节目组一对一的采访 过程中也看到了成员们最真挚的一面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察觉到 在观看节目时部分粉丝提出了几点疑问 与BTS的其他成员相比 粉丝们发现 Gin的单独采访回答的特别简短 内容疑似被剪掉 令粉丝感到相当疑惑的部分是 采访片段回顾了BTS在2018年妈妈颁奖典礼上 获得年度艺人大奖后 成员们感动落泪的画面 当时Gin在发表的奖感言时透露出他们非常心累 也做了许多心理准备 甚至有和成员们考虑过是否要解散 影片回顾完后 Gin在个别采访时 就被制作单位小心翼翼的询问 曾经考虑过想要解散的问题 但紧接着的内容并不是与解散有关的烦恼 而只是将Gin陈述的素材简单整理带过的感觉 然后Gin的个人访谈就结束了 比起其他成员 Gin与制作单位单独采访的时间真的特别短暂 粉丝们纷纷向Gin提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针对阿米们的好奇 Gin也透过Weaverse给出了回应 重新回想了一下 觉得自己在留Quiz上说的话都太沮丧了 所以请他们帮我剪掉了 从这个回复可以推测出原来是Gin在采访时 可能说了些比较负面情绪的话 虽然无法判断Gin到底说了些什么 可以得知的是Gin要求制作组将内容剪掉了 如果沮丧的话会让听的人也产生不好的情绪 Gin是担心粉丝们也会跟着一起难过 才下了这样的决定 而且也直接表明了影片内容有被剪辑过的事实 也顺势透露了这并不是留Quiz制作团队有意要剪掉的 考虑到粉丝情绪的同时也考虑到节目组 又再次感受到Gin的用心和设想周到的部分 以上是今天的三分钟K报